些人类的眼眶伸出无数束手 无声声地将男人的眼球抢了过来 本期带来命运连接大机局 李朗反射了器官猎人的眼线后 来到隐秘的角落 互换起了同伴的性命 齐登 所有一个高大的身影站起身来 他带着鬼面 看着恐怖如似 齐登市李朗发现了另一个连接者 李朗让他把行李带上 从明天开始 他们就不用带在这个又湿又臭的地方了 嚼着觊觎他们身体的人 无论是谁都要把他们踩到脚下 他们一同出发 决定干净器官猎人这个威胁 李朗本就战斗力爆表 没起到同伴齐登 正着刀枪不入 器官猎人的大背影 被脸上轻松捣毁 与此同时 警局正在调查音乐家Z的下落 警察们以为 地下车库的眼罩男 是何东秀使 眼睛的警长却发起了端倪 截斗Z的 分明是吴振蟹假扮的 随着警察 开始全力调查起了他 随着吴振蟹将何东秀 带到了自己的作案现场 并提出了合二为一的建议 才能将自己的头 集合在何东秀的身体上 达到不死之身 并且以Z的性命为妖血 何东秀没想到 第一次和知音面对面 竟然如此窘迫 为了不让何东秀失望 吴振蟹 自己将其连接的功能 向Z展示 只见他现在割掉了 何东秀的手指 只有割掉了Z的手指 让Z亲眼见证 自己掉落的手指 Z也连接不上了 然而把何东秀的手指 放在Z的断指处 却飞速地愈合起来 中头戏却在后面 即便是Z的手指 扣进何东秀的伤口 也可以被他很好的融合 即便Z 缓缓地说出了怪物一词 何东秀仍就希望能解救Z 当何东秀在他清醒过来时 对面的Z已经被动得奄奄一息 为了救助自己的知音 何东秀恳心自断双手 睁开束 在调皮药剂的吴振蟹 听到了他的砸门伤 却异常平静 却没掉李朗 已经跟随了定位 他在骑档追踪了过来 他被砸门伤吸引过来时 吴振蟹也赶了过来 打斗中 他发现李朗 竟然也是连接着 这点吴振蟹 更加兴奋起来 好奇地询问 这种能力能遗传给下一代吗 此的警察 也追踪到了厂房之中 吴振蟹听到警笛身后 躲了起来 李朗趁机放出了何东秀后 连个小伙伴齐灯 解决掉了警察 何东秀和吴振蟹 盖着正面搜了 他顶着左轮手倾的六发子弹 一步一步地靠近了吴振蟹 所有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何东秀的右眼眶 伸出无数处手 或设计地将吴振蟹的眼球 抢了过来 在何东秀 想要弃手杀的这个恶魔时 吉朗却出手制止了 在他的劝述下 何东秀放弃了杀人刀 吉朗和李朗已经达成了共识 他带着吴振蟹去警局交差 并替联机者隐瞒行踪 出来罗旋桨的声音愈发密集 李朗脸色一变 在重来没注意的情况下 吴振蟹失去眼球的眼眶 出现了无数小处手 正在为他的身体修复着 在李朗和何东秀跑到天台时 他们被数价直升机团团包围 连接者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 以上就是命运连结第一季的内容